来源中不见于卫生,常熟医院的领头人,陈波,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内科医生,成长为医院治长,他深感减少的压力和责任越来越大,他说,现在就想做好一名院长,能让职工们有获得感,幸福感,院长是怎样练成的,从医生到院长,无论做什么事,我要做就要把它做好。 当时的他,只是一名内科医生,1997年,常熟医院建立了急救中心,添置了心脏起搏器,呼吸器等急救设备,并设置了重症监护病房,陈波担任急救中心主任,从此,他带着几个医生,开始了急救领域的跋涉。 众所周知,JCI当然正是一个严谨的体系,JCI标准的理念,是最大限度的实现和达到的标准,以并人为中心,建立相应的政策,制度和流程,以鼓励持续不断的质量改进。 并符合当地的文化,JCI标准涵盖368个标准其中,200个核心标准,168个非核心标准,每个标准之下,六方含几个衡量要素,共有1033小项。 陈波,用了痛苦一词来形容被战JCI标准的感受,长书音乐把被战分成了三个阶段,前期准备阶段,持续改进阶段和稳定表现阶段,在不同的阶段,工作明确,职责清晰。 长书医院,密药外科主任范波表示,陈波院长在工作上非常的严格,让每一位职工按照JCI要求执行,刚开始,我们都觉得非常痛苦,慢慢地发现,JCI任正讲求循迹追踪法。 每名患者从入院到出院的诊治权过程,均需严格记录在案件已明确规范,这样明显地降低了医疗纠纷,保障了医疗安全。 我们不得不佩服当时陈波院长超前的思雷和智慧,从已多年,陈波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,始终保持一颗博爱,宠得向善,坚守正义的人心,把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,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。 他始终坚信,只要做到这点,不管在任何时候,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会退缩,在各种诱惑中,不会迷失方向,在利益得失中,不会去计较,在医疗技术进步中,不会停补,在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上,不会松懈,同学或管理,让两月职齐投并进。 一年三百六十五千,他几乎没有享受过双休日,早上六点出门,晚上九点以后回家试尝试,在我们眼里,陈波院长就像一只停不下来的陀螺,关注中国县域卫生,你可以点亮我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